字幕组 川普打电话给了习近平 甚至于呢 有人解读是川普急了 为什么呢 他很急耶 他之前呢 恐吓你也说了 他说如果你不来 我立即加关税 习近平没反应 软的也说了 我们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 习近平也没反应 硬的也用了 软的也用了 现在川普的民调持续低落之后 川普急了 所以也打了这通电话 其实川普的压力确实蛮大的 因为他一直要杀华为 但是华为一直在突破 党也挡不住 从俄罗斯 到之前他到北韩 习近平要去北韩 北韩阿里郎用的也是华为的手机 现在人家拉美也出来力挺了 我告诉你有多夸张 墨西哥人超恨川普 他甚至还有墨西哥餐厅说 拿华为手机来我店里面 只要吃饭达到一定金额 我就送你一份卷饼 因为你违抗川普 你违抗川普的政策 赞 来就是这家餐厅 观众朋友你如果去墨西哥 如果有华为手机 你去那边可以多得到一个卷饼 对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tacos 墨西哥卷饼 然后巴西的副总统直接出来讲 他说巴西需要华为的5G技术 华为在全世界是少数拥有5G技术的公司 我们没有理由去拒绝他的合作 我们需要跟他合作 这就算了 阿根迪不是也说他要挺华为吗 阿根迪直接讲 他说阿根迪自己没有办法在5G技术上面创新 我们必须要跟华为合作 甚至秘饼还有那种学者专家跳出来讲 他说等等 我们不该禁止这种对全世界开放的技术 甚至是想要帮助世界各个国家的公司 他也不停川普禁止华为 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拉丁美洲 川普的禁华为的组合 几乎全部都失效 没有人要跟你禁 因为你禁了之后难道我要跟你美国买吗 美国万一开出来价格更高的话 我要怎么办 而且据说在巴西 最潮最时尚的手机就是P30 因为整个华为当初已经花了很大的心思 铺天盖地的做行销 第一个你知道他16年就找了 阿根迪的足球队队长梅西 他签他代言 一年给600万欧元 那你会说那不是巴西 等一下600万欧元 是有史以来华为签过最高价的代言 你说他不是巴西人 他阿根廷人 可是问题是所有喜欢足球的人 就会喜欢梅西 那你等于签了一个 你等于签了一个全世界最大运动的 最受支持的代言人的时候 那自然整个拉丁美洲爱足球 就跟着风行朝野 所以画面上这支就是梅西签名机 也是华为针对拉美 做特殊的定制款 所以华为整个宣导跟推广的技术 非常聪明 就是拉美怎么想 我就怎么想 他用西语用普语做了大量的广告 甚至特别跟运动俱乐部合作 台湾可能没有 但是运动俱乐部就是那些足球俱乐部 学生在里面 然后受训 然后到处比赛 每一个都站住 墨西哥人讲说 我们喝碗汤都会看到华为的广告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华为没有办法被拨出来 是因为它已经根深底固的绑在一起 因为对拉丁美洲的人来讲 华为超棒的 照相拍照又好看 价格又便宜 没有办法抵挡的诱惑 这个画面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在排队买手机 这要是在台湾一定是买苹果 博粉什么彻夜排队 但是在墨西哥是买华为手机 你看是怕死人 在墨西哥买华为手机是这种景况 我跟你讲 现在整个拉丁美洲 出现一个很夸张的状况 叫做写手机 什么叫写手机 写手机的意思就是 你走在街上 会有特别的强调机关 专门来抢你手机 你假如是智慧型手机走在街上 就跟不要命一样 里面有很多是华为的手机 因为它普及性太高 但你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 民众已经讲了 我今天如果在街道上拿出智慧手机来 就是在玩命 你没办法想象 因为它变成很好变现 黑道把它当做一个好的资产投资 就是去街上偷去 街上抢了之后 马上转手卖出去 高价而且不折价而且换现金超快的 你知道还有 现在拉美他们很爱智慧手机 他们爱智慧型手机 但是不能在街道上公开看 哥伦比亚政府其实有建议 他说如果大家要走在街上 看智慧型手机的话 我建议大家不要 你们还是进到街边的店面之后 再来拿手机出来 否则有很大的治安上的疑虑 所以据说曾经有一宗命案 就是在路边 是 这个命案发生之后 他在路边被抢 在路边被抢 他身上其实带了名贵的手表 那个表很贵 有几万块新台币 这个注意律师的名贵手表 没有被抢走 被抢走的竟然是比手表还便宜 很多很多很多的智慧手机 他弟弟受访的时候掉眼泪 他说我哥手上明明带了一个名表 为什么不抢名表抢手机 因为手机变现快 因为手机比名表在当地的 哥伦比亚的黑市里面流转 翻转的速度还要快 马上就可以卖出去之后 谁要抢你手表 我宁愿抢你的手机 但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 被抢的被害人 因为觉得手机里面有太多资料 不愿意放手 手表他搞不好会放手 手机他也不放手 最后就被人家当场杀害 好 所以想不到这位手机在拉美 竟然变成血腥的智慧手机 最后一点点时间请邱老师帮我们来看 华为概念股里头 有没有比较值得观察的 先跟各位报告 目前我们公用的系统叫4G 4G到5G的过程当中 以Arison跟Nokia来说的话 他们的系统要重建 他们就说因为是新的频宽 我要重建 以整个华为来说的话 华为就是说我们不帮你重建 我们帮你做一个新的箱子 再往上一堆 堆了之后 我们把天线直接拉出去之后 下面我们看到增大电源我们可以就地扩充 讲是讲升级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机台 因为它的机台的发射的频率 频宽等等都不一样 散热系数跟整个所谓的铜片的后跑 也全部不同 但是我可以帮你在旧的上面 直接架新机 这个成本可以比传统的吉他的 便宜四成到五成 这个对于很多贫穷的国家 这是很大的诱因 所以阿根廷说 我们自己哪有办法搞5G 一定要靠华为 西班牙也这么说 那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是谁 第一档就要去看3037的一个新星 我们刚好跟各位谈谈谈 谈很多对不对 为什么这波架构重要 过去基地台4G它的架构是什么 你把它想成就是一个热炉 我这个热炉 像我们这个摄影棚 我们要让它热怎么办 我们中间中间放一个火炉 它就热了对不对 是 那现在5G它的架构是什么 5G叫短平宽 而且它要负载很多 因为未来是串流的时代 你的手机可以看电影 可以发很多的讯息 速度会更快 那这个更快的过程当中 你一样要热 就不是所谓的热炉了 我们需要微波炉 这个摄影棚 我们可能需要6到8台的基地台 让大家每个人 憲哥也有讯号 蔡总也有讯号 大家都有讯号 这里面的话很重要就是星星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今天 星星是最早掌停板的 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波星星 来到高档区修正下来今天 因为它是微波炉 不是 因为它是铜箔基板 它是PCB 它是这波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 好 那当然星星今天 股价来到了涨停 可能很多人会说 还有什么其他的概念 其他的概念再绕回来 请导播帮我们给我们2313的滑通 滑通的一个部分的话也是 其实仔细去看 滑通的线型跟星星的线型 非常非常像 但是比它弱了 比它弱一点 但是它的价格也比较亲民一些 比较热的部分的话 当然是在星星 那如果以第二部分来看的话 就要去看到滑通 我们认为滑通来到这地方 星星往前攻之后 滑通后面 补涨的机会非常非常高